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 苏云 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 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 正好我缺一个研究助理 我们俩一起 肯定可以找到答案 我不去 为什么呀 只要我见到温教授本人 跟他说明的情况 他团队的人肯定能找出问题的 还轮不到我一个 退学的医学生自不量力 你比他们都有资格 而且你也更有能力 投入产出比太低了 有这功夫 我还不如都跑到几个场子呢 张和呢 应该也可以在手机应用程式上 挂到专家特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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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怎么把这事也忘了 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 又提这个事情 哎 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 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 那你说吧 要怎么样才开心 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 谢谢大家 感谢温教授 下面有请南洋医科大学唐国春教授 进行分享 没事 有请 苏维亚你是不是没完没脸了 你干什么呀 你就这么恨我 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 破坏我父亲的演讲 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 不仅有我父亲十几年的心血 还有云成所有的资金投入 我就不懂了 你也是无导症基因阳性 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 对你没有好处吗 还是你为了针对我 宁愿损人不利己呀 本然 这个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和你有关的 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 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 和不断关于 科研 跟你有关系吗 你一个辍序的一夜深 你对舞蹈症到底了解多少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 付出十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绩 这几天 说是替你的导师 要是接待我 其实你的心思 全在她身上 还有那个接回的杜总 和你一样 醉翁之意不在酒 可我实在看不出来 这个小姑娘除了长得可爱 还有什么别的可取之处啊 在她身上 总是有一些意外之喜 这酒 这酒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这在法语里面是似曾相识的意思 就是说 人们如果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地方 它会产生强烈的震撼感 以及熟悉感 甚至呢会出现一种曾经来过的幻觉 还可以吧 所以呢 陆博士 您是井海人 虽然您离开井海已经几十年了 这里的地标性建筑 早就不是您记忆症的样子了 但您还是乐此不彼的拍照 甚至说的头头似的 李医生 你吃好了吗 吃好我买单了 框架和常规的流程我都已经清楚了 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们邮件联系 我先走了 她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 她喜欢你 但同时也是在拒绝你 既然她已经拒绝你 那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别人呢 李婉桐 我最后通牒 饭已经跟你吃过了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事项 凡请通过邮件沟通 我个人不会接受你的追求 顾余生 追求你是我的权利 你拒绝你的 追求我的 老白 买单 我会再来找你的 我会再来找你的 你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当做什么呢 我们在拉凯亚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我讲过我前 整天就知道我前 我把屁 顾余生 我曾经要我翻译的这些资料 都是和基因编辑技术有关的 这个技术已经有效地应用到了很多重症治疗里 顾余生为什么突然开始关心基因编辑技术 我管她关心什么 赚钱总是完事 顾余生 今天碰见啥好事了 怎么那么开心 说来听听 就是 说出来让我们也乐一乐 花钱了 高兴 花钱了 花啥钱了 对了 你们昨天说医院附近开了一家不错的药膳馆 有一道养胃的汤很好 叫什么名字来着 好喝 顾医生 买了什么好吃的 好香呀 医院旁边开了家药膳馆 我刚带女朋友去尝了尝 打包了鸡汤回来 今天晚上我就算是通宵 要把这些资料全部都翻译回来 让我跟你换情捷线 世兄 你怎么来了 你说你加班 我想你已经饿了 给你带点吃吧 谢谢世兄 炸鸡 这么多翻译文件 今晚都要做完 是啊 早点做完 早点脱离古巴皮 今天晚上必须把它解决了 我帮你吧 不用 我这小兼职怎么能麻烦杜总呢 我听你出来 是嫌我不懂法语帮不上忙是吧 我表现这么明显吗 虽然我不懂法语啊 但我可以帮你校正表格 装定文件什么的 总之肯定比你一个人弄得快 你记得 当年我们一起通宵报竿做实验吗 说起来我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与其说是你麻烦我 倒不如说是 你带我重返大学时代 做归年轻的自己 谢谢 嗯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